星期二,100名联邦参议员作为前总统特朗普弹劾审判的陪审员举行听证,并就由审判程序进行投票。 民主党选出的弹劾经理将试图论证,特朗普的言论煽动了1月6日的冲击国会山事件。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进行弹劾审判。 在首都华盛顿街头,人们对这场审判的看法不一。 但是也有民众认为参议员们应该关注更为迫切的议题。 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团队星期一说。 特朗普总统质疑大选结果的言论受到法律保护。 律师团队还认为审判卸任总统构成违宪。 拜登总统星期一从特拉瓦州返回白宫。 他的发言人表示,拜登将不会过多关注这场审判。 目前,国会参议院两党各占50个席位。 美国宪法规定,弹劾审判定罪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数票。 美国之音,电视新闻。